主料,羹米半斤,枣米一斤,辅量,糖,胡萝卜两个,菠菜,西瓜,紫薯,把两种米浸泡8小时,然后磨成呆点水状,把各种食材,把它磨成糊状,然后熬出鸡兰,过滤成水状,加入,一点点,然后和磨好的粉,每一种搅拌成一种,那你就把粉的白色变成彩色。 蒸笼煮熟,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,倒食材,再加上葡萄干,最少应该有九层,锅要是不够大你可以少一点,放凉了,倒出来,这样就成品了,烹饪技巧,这是一道好吃的,点心也可以说早餐也可以说,基本上做成九层可以一层一层掀起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